快看,这个频道它正在获得数百万的观看量 还有这个,这个 它们通过制作简单的短片 每月都可以赚美元 所以你也想做吗? 今天我就会向你展示 如何利用AI创作历史短片 并让它们快速传播 在这个过程中 我还会对比XGBT 3.5、4.0和Copylet的文本生成差异 Dali3和Leonardo AI的图片生成差异 帮助你更好的决策 是否需要花钱去购买会员 此外呢,我今天的教程是 一类不露脸频道的通用制作方法 所以在视频的最后 我会介绍这一套方法 可以应用的领域 并提供一些频道的成功案例 好,废话不多说 让我们开始吧 第一步,编写剧本 我们要创造一系列既能教育 又能娱乐人们的精彩历史短片 那么首先就需要一个脚本 让我们找到三位AI老师 请求他骂给我们一些历史史诗 使用同样的一段prompt 来看看在XGBT 3.5、4.0和微软Copylet平台生成的结果 你现在是一位YouTube博主 现在你需要制作一个历史类短视频频道 请根据这个频道定位 制作一条视频脚本 内容是关于非常普遍推广的历史事实 背后不为人知的细节 并用200字左右完整讲述一下 这个故事的起因 发展过程以及结果 我们先来看一下XGBT 4.0的结果 它讲的是泰坦尼克号救生艇的故事 选题不错 文案我稍后再详细和大家分析 然后是GPT 3.5的结果 它第一次生成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 只是给了个脚本框架 当我让它讲一个具体的故事时 它再讲了曼哈顿计划 至于Copylet倒是唯一一个讲了中国历史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用中文问的 所以它的答案大多是从中文网站上总结来的 不得不说 我认为这个是讲的最不完整的 明明一句话就可以讲清的事情 它偏偏要用一大段 信息量极低 而且它根本不能算作一个视频的脚本 好那接下来我为了更加直观的对比 我让这三个平台都讲同一个故事 关于泰坦尼克号救生艇 先看之前效果最差的Copylet 我还是很期待它能够成功翻身的 毕竟它号称搭载了ChatGPT4.0 而且是免费的 但是好吧对我来说最后结果我认为写的还是很差 你们可以暂停仔细读一下 50分吧不合格 然后是ChatGPT3.5 有开头有结尾 中间故事也讲的还不错 我觉得基本是合格吧 70分 最后我们再看一下4.0版本的结果 是不是刚才觉得3.5版本已经讲的还不错了 但4.0版本这个的确是更好 我们可以仔细看一下 首先它这里开头结尾都有 这个和3.5是一样的 但是它这里互动的文案 例如你知道吗 起因是什么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一些反问句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好奇心 我也推荐大家暂停仔细读一读它的行文结构 不得不说这个文案的质量的确是高很多 我给它85分 扣一点分数 啪啪骄傲 好了那这一轮PK下来呢 我觉得ChatGPT4.0还是胜出的 那如果你是要做英文频道呢 就让他们把这个文案翻译一下就好 或者你直接用英文问他们 第二步生成声音 现在我们要将文本转化成语音 我将使用11Labs 现在让我们选择一个声音 点击上方的Voice Library 我直接点这里的旁白标签来筛选声音 我自己试听了几个 觉得Jack这个声音不错 添加到Voice Lab 然后我们在首页 把刚才ChatGPT老师写的文案 粘贴到文本框中 让Jack老师帮忙阅读 给你们听一下效果 是不是非常完美 赶紧下载 如果你想做的是中文频道 想要生成中文配音 我推荐大家使用简映里面自带的配音就好了 效果非常棒 关键是免费的 这一步呢 我将在最后给大家详细演示具体的过程 第三步生成图片 现在是时候处理历史短片的视觉部分了 在生成前呢 我会需要ChatGPT老师 在帮我生成关于每个画面的描述文案 这些描述文案都会成为我的prompt 确定prompt后 我再让两位AI图片生成高手 来做一个PK Dali3和Leonardo AI 首先是Leonardo AI 它是一款免费的AI图片生成软件 登录后 选择一个模型 比如这个图片真实模型 把宽高比改为9比16 接下来输入刚才ChatGPT老师给的prompt 同样的方法 我们在ChatGPT中 新开一个窗口 用Dali3 也同样生成每个分镜画面 为了保持公平呢 我均没有做任何提前的调校 或者是二次更改 让我们来对比一下两位选手的最终效果 怎么样 你觉得哪个效果更好呢 第四步 将图片生成动画 由于我们这个视频的画面比较多 是否将所有画面都变成动画呢 你可以自己判断 我这次将选择部分分镜 使用PK生成动画 PK是一款在Discord中的免费软件 前不久刚更新了它的1.0版本 而且据传团队仅四人 是由华人创建的 还小小的火了一把 进入Discord 然后在左边这里的Generate里 随便选一个频道进去就好 斜杠换起Create Prompt 点击增加1 我们把刚才生成的图片直接拖进去 命令里面写一些我们希望的动作 就这样 我们就可以把刚才的图片变成动起来的视频了 它的生成呢会需要一点时间 大约2-3分钟 生成结果在这个收件箱里直接找就好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非常好 点击下载 第五步 编辑你的视频 现在我们要结合所有的元素 制作一部精彩的视频了 我将使用剪映 这是一个免费的视频剪辑软件 功能非常强大 我所有的视频呢也都是用它剪辑完成的 打开剪映 拖入刚才生成的音频和所有图片 把音频文件添加到轨道中 再把图片全选 一起拖到主轨道 我这里啊推荐大家在下载图片的时候 记得按分镜的顺序进行命名 这样你在拖入的时候就是按前后顺序排好的了 接下来我们根据音频内容和画面做匹配 完成后我们先添加字幕 点击这里智能字幕 就能一键上同期生字幕非常方便 你可以在右边这里修改字幕的样式 如果你想要剪映生成中文配音 只需要选一个字幕框 把刚才的文案都复制进去 在右上角选择一个声音 然后生成就好 然后添加画面的一些特效 例如放大 震动 火光 等等效果 让画面更丰富 再为图片之间逐一添加转场 我这样做啊都是因为我不想做一个非常无聊的视频 给大家一个制作视频的小tip 基本上呢你在五秒左右就需要有一定的画面变化 否则观众啊很容易是没有耐心看下去的 他们需要不停的视觉刺激 最后呢我们为这个视频添加一个背景音乐 你既可以在这个无版权的音乐网站上挑选 也可以直接在YouTube的后台挑选 这些音乐都不会出现版权问题 全部完成后下载这个视频 今天的这个视频呢我主要为大家提供的是一个通用流程的底层逻辑 运用这套流程我们可以做的内容啊是无限多的 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可以脑爆一下 首先光是历史这个领域 我们就可以做非常非常多的内容 比如不同地区的历史 世界的 中国的 亚洲的 不同时代的历史 古代的 一战 二战 近代的 还可以讲军事历史 文化 艺术 音乐 历史 科学历史 等等等等 或者是人物传记 历史神话 好古发现 历史啊是一个丰富的大宝库 有很多可以挖掘的内容 比如这个讲神话故事的账号 它在60天以内就涨粉将近5万 还有这种恐怖故事类的账号 也是同样的逻辑 或者是宇宙天文类的科普视频 那么为什么这一类账号的内容非常适合用AI来生成呢 主要是这两个原因 第一 文案相对比较客观 这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我们讲一个历史事件 这是已经发生的 所以啊 关于它的描述基本上是确定的 那么我们用XGBT来帮我们去生成就会非常的省力 同理可得神话故事 天文知识科普等等领域 而如果你做的内容要求原创性和创造性都非常高 要很幽默很有趣讲段子 那我不得不说 XGBT老师在这方面做的还不是特别好 所以并不合适 第二 画面均为虚构 不需要特别真实 例如鬼神天文宇宙的画面 很多啊 本来就是人们想象出来的 所以这种画面让AI来帮我们生成就是再合适不过了 也因此啊 在很大程度上 可以规避AI绘画现在出现的 不够写实 人物虚假等等问题 这样聊下来以后呢 对你有没有一点启发 有没有自己想做的那个频道了 或者你对哪个频道非常感兴趣 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 都欢迎在评论区里告诉我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给我点赞 关注并且开启小铃铛哦 这将鼓励我制作更多优质的视频 我是木子 带你一起用AI改变生活 赚被动收入